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了 那今天要開箱的 這一個產品是在 111購物節的時候買的 那那個時候有特價 那我就把它買 那這個內容物的話是一個 簡報筆 那簡報筆的話它是非常 棒的簡報筆 我等一下會跟他介紹 這個簡報筆的特色在哪裡 那它的名稱叫做 羅技 Logitech Spotlight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拿好同樣的用 這一個工具錢 就是我們之前開箱的工具錢 來為大家開箱 那我還是再重複一次 我的開箱跟大家 跟很多人開箱不太一樣 我的開箱是真正打開一個箱子 其實我在收到這個產品之前的話 我都還沒有看過它 那我就跟大家一起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第一次開箱的喜悅 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工具 這個有一個專門在開箱 這邊 好 這連開箱的東西都有一個專業的 還不錯 小心使用 好 先放到旁邊 那我們看看這裡面有什麼 那這次的話是在 Yahoo情魔公務中心買的 買個這個簡報筆 那我們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看得到 它是有一個 這個 箱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根頭髮 可能是包 包裝的這位 頭髮蠻長的小姐 他的 留下來的頭髮 好 我們把這個箱子拿到旁邊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產品的主體 好 那他的 我這次買的顏色 是這個 鐵灰色 配黑色的 看起來蠻專業的 好 那我們做簡報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專業感 好 那等一下再跟 中間閒暇之語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一些 有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包裝 這個包裝還蠻 蠻精美的 他這裡面有提到 他這一個產品的幾個特色 好 例如像 他有說 螢幕聚焦與放大 好 游標控制播放影片 好 那當然啦 這個功能 並不算特別 然後他有一個 震動警告的計時器 好 那他在 操作的話 可以到30公尺的範圍 好 然後再來是 他是充電室的 好 我等一下會一一的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 好 遇到的一些麻煩 跟這個簡報器 為什麼我說他是專業的 來 我們先打開他 好 這我們開箱也是非常龜毛 他這個 箱子開得不漂亮的話 這是不行的 好 然後他這裡面的話 我可以看到這個簡報筆 真的是很精美 那他這個外型的話 他這顏色還有他外面是這個鋁合金的材質 真的非常精美 那他後面的話 他有這個聚焦放大跟計時的功能 他需要下載軟體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一起來下載這個軟體 那這軟體的話 我已經先下載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跟大家一起把它安裝了 那我要說明一下 這裡面的盒子裡面 除了這一個 簡報器之外 他還有 什麼 還有什麼 配件 那我們可以把它這個 拿起來 拿起來的話 可以看到裡面 是還有一個充電線 使用前需充電 那充電線 那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 這看起來是什麼 皮套 這是一個皮套 我發現一件事情 他可以自己換電池 使用壽命結束時取下電池 他看起來可以自己換電池 這我不是很確定 我等一下 再仔細的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個產品 看起來是可以的 好 我們把這個盒子放到旁邊 那這個皮套的話 看起來不錯 蠻精美的 我們這個東西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的放進去 非常好 基本上 你拿出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警報已經成功了一半 有時候是心理作用 好 來 把它收起來 好 收起來以後 我們來好好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 產品的話 它的 使用方式 它只有三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話 應該就是 Point Pointer 那這是下一頁 這上一頁 當然 這三個按鈕的話 都可以獨立的設定 它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都會跟大家介紹 那當然也要講一下 這 它這後面的話 還有一張 這個貼紙撕起來之後 它後面的話 它是一個 好 有logitech 它的這個 有點像是橡膠的材質的東西 那它的尾端這裡的話 拿開的話 這是一個 連接器 連接 這個 電腦 還有 這個簡報器的本體 中間的連結 那這一個簡報器的話 它的特色是說 它有兩種的連接方式 一個是藍牙 那另外一個是走2.47Hz 這個無線電的連接方式 那這等於是多了一個確保 那我說明一下 藍牙的連接方式的話 它的好處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一個 這個無線電的這個連接器的話 2.4GHz 它走USB的介面 但是我們不是每一台電腦都有USB 或者是說 有些電腦的話 它USB的插孔的話 它可能只有一個或兩個 我們這時候 我們可能插了隨身碟 或是我們又插了滑鼠之後的話 我就沒辦法再多餘的空間 可以插這個連接器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用藍牙的方式來連接 是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外面簡報的時候 不見得是用自己的電腦 那不是用自己的電腦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藍牙來連接 我們就多了一個選擇 就不會說在外面用別人電腦 做簡報的時候的話 會遇到一些麻煩 是這樣子 好 那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 是有一個 Type-C的USB的一個孔 那這是做什麼的 這是這樣子 你這裡面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電源的充電線 這個電源的充電線的時候 我們把它拿起來 我們把它拿起來 看起來可能要稍微有點破壞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破壞東西的人 好 我們發現了一個 不用破壞就可以拿出來的方式 這條連接線的話 顏色是同一個色系的 蠻不錯 它就可以這樣子讓你插進去 然後呢 去充電它 去充電它 等一下我也會一起來充電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看它的軟體的介面 軟體介面的時候 我把這個電腦打開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奇怪你房間的電腦跑去哪裡 有 現在人不會有房間沒電腦 但是我電腦的話 不喜歡有一個電腦桌 所以這台電視 它就是我的電腦主機 它就是我的電腦主機 好 這時候的話 我過去把這些東西都安裝起來 那 這台電視的話 它是可以伸縮的 可以這樣子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近的距離 可以看到這個螢幕 好 好 是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軟體 軟體的話 剛剛已經把 Logitech Logitech公司的網站打開了 那它打開之後 它這邊有個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些不同版本的 操作軟體 可以下載 那我其實已經下載好了 那下載好了之後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先把這個軟體 給安裝了 那這邊的話 我有一個資料夾 叫Logitech Presentation 那我這個是Windows7的系統 所以我就這樣子把它安裝 那它這個安裝的時候的話 會有需要一點時間 我在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來說明一些事情 哇 安裝的蠻快的 這時間沒有想像這麼多 那 我說這個產品它特色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它用無線電來做遙控的時候的話 它的這個距離可以很長 所以說我可以除了看著聽眾之外的話 我還可以在聽眾之間遊走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簡報的時候的這個活潑度 還有這個現場的氣氛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減少那個聽眾睡覺的可能性 那而且我們有時候 我這個人的話 這個音樂底的藝術人 我們很少會做那種很死板的presentation 我們通常都會比較活潑一點 那當然就是要有一個互動性 跟聽眾有一個互動性的時候的話 也便於我們將一些訊息傳達給聽眾 好 那這時候的話我們就選擇一下 這是我們是用這個spotlight這一個 簡報器 那他這時候的話 他希望說我們來 充電 那這時候的話 我就把它充電了 好 好 這時候充電 插入連接線 好 那這時候的話 他需要有一分鐘的時間 好 我說一下 再補充一下 他這個 他充電只要一分鐘 然後他一分鐘之後的話 充完電了 以後可以用一個小時 我說這個功能的話 對於我們在做簡報的人 他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我以前用的這個簡報器 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簡報器 他陪我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他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簡報器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走 他吃4號電池 很多人會講 我這個簡報器是吃4號電池 4號電池的取得很方便 我就說 這個人他到底有沒有簡報經驗 什麼叫4號電池取得很方便 我們有時候 到了那個演講的現場的話 發現 簡報器沒電 沒電的時候 你說我們4號電池買起來很方便 難不成你現在出去賣面 找便利商店買嗎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聽眾已經在等你了 但是我們如果說 是一個充電室的 我馬上用電腦的USB可以充電的話 我們就可以 這個少掉了 就避免這種窘境 那他的充電的速度也要很快 像我們剛剛這一分鐘的時間 他已經充好電了 所以說我們不可能離開演講的會場 或是演講的教室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分鐘偷閒的時間 然後趕快把一個煤電的簡報器給充電好 這就是這個產品的優勢 完全的貼近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的一些需求 那這一分鐘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做一點自我介紹 那再者 我們以前舊的這一個簡報器的話 它是用雷射筆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牆面上一個綠色的點 對沒有錯 它是一個綠色的點 但是我們綠色點的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個點很小 你看到牆面上有這個點 但是這個點太小了 你對於比較遠距離的那個聽眾來講的話 他是看不到這個點的 那人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聽簡報的時候 有部分的情況下是需要動腦筋的 那每個人在需要動腦筋跟專注的情況的時候 往往有些人對於動腦筋跟專注這件事情 他是很吃力的 那再加上你這個雷射點的話 又漂浮不定 或者是說它又四有若無 那它很容易就missleading了 那整個就不知道神由到哪裡去 而且我講一下這個雷射點 它的問題還有第二個問題 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能夠指望在演講的場合裡面 幫我們準備的設備都是我們需要的 它有可能會給我們一個布幕 那布幕當然沒有問題 雷射點就可以出來 但是如果說它給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液晶電視 液晶螢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沒辦法做簡報了呢 你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是雷射筆的話 這個點在液晶的螢幕上面 是顯示不出來的 你可以看得到嗎 它是顯示不出來的 那變成是我們到現場的話 如果是發現了這樣狀況的話 我們的演講就講不下去了 是在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會很需要有一個 就是說它可不可以是快速充電的 然後再來是說 它不要用這個雷射點的方式 來呈現的這個簡報器 我們現在買了這個新的簡報器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我去把東西拿回來 好 來我們東西回來了 這個充電線完的話 就把它拿掉了吧 拿掉然後它要我們按一下這個開始鍵 好那我們就把它按了吧 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已經配對好了 按一下以後 它顯示下一張投影片 按 上一張投影片 好 然後呢 它叫我們按住不放 按住不放 我們就發現了 這個指示筆的話 它跟這個 之前舊型的這種雷射筆的 簡報器有什麼不同 你看我們這個綠點的話 在這個 液晶螢幕上面的話 幾乎看不到 而且它會慢慢的消失 好 那但是 我們如果說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簡報的時候 你看 是不是有一個 Spotlight聚焦的感覺 這時候的話 聽眾就比較能夠專心的 聽你在講些什麼 好 那當然 這個比較有趣的一個 畫面的話 或者有趣的一個小花招 也可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對 是這樣子 畢竟在簡報的時候 睡覺是非常痛苦的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按一下這個地方 好 就可以 往下一頁 好 然後它這個時候的話 它叫我們要開始簡報 好 然後它這邊 即使上氣的話 就會在電腦上面啟動 好 然後在簡報結束前的五分鐘的話 Spitelight它會震動 它剛剛已經有震動了一下 對 是這樣子 對 好 然後呢 現在已經在震動了 震動又結束了 好 好 那它說很恭喜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來探索一下應用程式 一樣的 它這個游標的話是 有功能的 然後這個就是 介面了 那介面的話 我現在的話 完全都是用這個簡報器來做 游標 也就是說它就是一個 游標 滑鼠游標的取代 那這時候的話我們可以指 指到說 指標的話呢 我們是用這個高亮顯示 對 也可以用高亮顯示 高亮顯示的時候的話 我們對比的效果 程度的話 可以 可以那個 調整 可以調整 然後呢 這一個 圓圈圈的大小的話也可以調整 我們可以小一點 好 它這樣圓圈圈就小一點 好 聚焦的效果就會小一點 好 游標控制 好的 然後跟動結效果 好 動結效果也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的話 它就有你這個 指標的話 我們還有放大器的效果 好 放大器的效果 看要不要把它打開 這個 用的不是很習慣 我還是用滑鼠 放大器的效果把它打開 那打開了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這個放大 它就可以放大 好 它可以將我們畫面上的一個訊息 把它給放大 好 那我們當然這時候 可以試著來做 來做那個 簡報 來做簡報 這樣子 好 這個是 我們一個簡報檔 好 這是一個簡報檔 好 那我們就可以試著 在上面 把它 我們現在的 pointer 就會是一個放大鏡 不是放大鏡 就是一個 spotlight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我把它按兩下 它就可以把這個 簡報裡面的訊息 跟內容 把它給放大 好 是這樣子 好 這時候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畫面 再交回來 好 是 那剛剛的那個 好 跑來這裡 好 我們通常把它點出來 這個軟體 好 然後這個指標的話 它就是 計時器的開關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那打開的時候的話 它可以有這種 時鐘 計時器把它打開 時鐘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 定 你要幾分鐘的時候 它就要警告 好 它可以排成 好 這還蠻不錯的 然後呢 它也可以啊 倒數計時 的方式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把它排成 好 而且啊 這幾分鐘 這個都可以編輯喔 這樣子 我們可能是30分鐘的簡報 或60分鐘的簡報 或者是我們要自訂 自訂一下時間 都可以 這是計時器 然後呢 這是一個下一頁 好 下一頁的按鈕 下一頁按下去的時候的話 它可以有很多種 就是 例如我開始簡報 或者說我 變成下一頁 或者是變成 空白畫面 或者是捲動 捲動是什麼意思啊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我按下去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滑 可以滑動它 可以滑動它 它是用這個裡面的內建脫羅儀 來控制它上下的這個螢幕的捲動 所以說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是要用一個網頁來做簡報 不是用PowerPoint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子 第一個 我把它 滑左滑標 點下去 然後呢 我們可以點裡面的內容 好 然後之後的話 我們這個 假設這時候 我們要講到頁面 我們就可以進來 來描述它 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那個介面 剛剛這個介面的話 再回來 好 然後這是捲動 那捲動的話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這個空白的畫面 空白畫面是什麼意思 例如我們今天然後做了一個簡報 好 然後呢 我們可能是下一頁 好 下一頁 那剛剛有說到捲動 我們就可以捲動 長按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一個空白的頁面 空白的頁面 在做什麼 我們有時候 講到一半的時候 或者說希望聽眾 能夠專心的聽我講 接下來這段話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投影片給關掉 那關掉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 全場的聚焦就會在你的身上 聽聽你要講什麼 我們這時候 講到重點的時候 或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有時候會這麼做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回來 是這樣子 然後它就可以 往下一頁 往下一頁 然後我們再長按 它又回到空白頁面 好 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還蠻方便的 好 對 對 還蠻方便 然後我們再看看它還有什麼功能 好 然後 按下一頁 下一頁的動作 好 上一頁的動作的話 同樣的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這些功能 然後 同樣的也把它內建在這兩個按鈕裡面 這兩個按鈕的功能可以制定的 好 它可以 長按的時候它可以是 向後快進 或向前快進 好 好 或者是空白的畫面 好 或者是我們來捲動這個螢幕 好 甚至它也可以調整音量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按住了之後 好 它的這個 欸 如果說這個 有播放的時候的話 它的音量就可以用手勢來調整 好 是這樣子 還蠻方便的 好 是這樣子 欸 這個螢幕怎麼交不出來了 好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剛好看得到 我剛剛才充一分鐘 我們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好 它就已經完全充電了 好 它就已經完全充電 好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簡報器 好 那我們說明一下 有時候我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 我們有時候 在做簡報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簡報器 功能很好 好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希望說它可以有一些 一些 帶點娛樂性質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有時候的話 在做簡報的對象的話 會很多不一樣的對象 那他們然後對於 同一件事情的理解的能力的話 也不大一樣 那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一個小朋友 在聽簡報的時候 一定是最不好講的 好 其實對小朋友做簡報 一點都不難 難得是什麼 難得是對一群 他們自己有很厲害的人 來做簡報 會比較困難 好 最難簡報啊 其實是講給不想聽的人聽 或者是講給 根本就不相信的人聽 好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一樣也是要把任務給完成 是這樣子 那它這個的話是上一頁 好 上一頁 那我們也可以下一頁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制定的功能 點兩下 點兩下 它要變成 好 長按 它就要變成結束的畫面 我們再按一下 它就回來 好 是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簡報器 那我再說明一下它的特色 就是說 第一個 是說 它充電是非常快的 這點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你在身上帶了很多的那個 電池的時候 就可以啊 萬為師 絕對不是這樣 你看看我之前 舊的這個簡報器的時候 我有帶多少電池 當然 你帶這麼多電池 還是會有出差錯的一天 那像這個的話 它可以在現場 用一分鐘的時間 很迅速的將電充完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然後再來是說 它有藍牙跟無線電傳輸的兩個介面 這兩個介面的話 在我真的電量很微弱的時候 我還可以用最省電的藍牙的方式 來完成這一次的簡報 這是很好的 然後它的無線電的話 傳輸的距離很長 我可以走下去跟聽眾對在一起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指向性的 它裡面是內建陀螺儀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背對著觀眾的時候 我一樣也可以控制游標 你要看一下 你看我沒有對著螢幕 我是對著天花板 一樣也是可以控制游標的 它是用陀螺儀的方式 來達成這個游標的控制 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我們有一個 不用盯著螢幕 我們就可以走向群眾 這樣子的這個簡報的話 會活潑的很多 那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最忌諱的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來操作 來按那個上一頁下一頁 它也有滑手功能 我們點下去的話 它就可以 例如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播放音樂 是這樣子 那我們比較常做的簡報的話 都是像這樣子的限制 那這個簡報筆的話 是非常好的簡報筆 推薦給大家 Logic Logitech Spotline 簡報器 謝謝 謝謝大家